这个冬天东北旅游火出新高度 那么来沈阳呢除了泡澡滑雪游故宫逛中街 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这里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早市 位于沈阳市沈河区的小河燕早市始于1829年 是沈阳历史最为悠久的早市之一 2023年小河燕早市频繁登上网络热搜 吸引全国各地的网红博主前来打卡 网上都说呀东北有自己的汇率 那么东北的物价到底有多炸裂呢 今天小新就带着素未蒙面的你 一起来感受东北的物价到底有多实惠 一边排队一边吃馅饼 刚刚买了两个馅饼一个酸菜馅的一个猪肉馅能够花了五块钱 这是我的吗 这一张大概多少钱 这个得几点 到一张 咱这每天能卖多少张啊 每天六七百张 六七百张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啊 二十二十四十八十六 原来是周一周六 哇 那天还没亮呢 两二十二十六 今天都是黑 哈哈 还有一点 早 早 早饰里的肉蛋饱 据说也是必吃的早餐 我们也来试试 肉蛋饱好吃 物价感人 如今的小和燕早饰 已经由以老年人为主的传统市场 转变为以年轻人为主导的 网红小吃打卡蒂 我什么都没太好 大哥请我吃到高点就真正 看都被人多热情 肉蛋饱 驴打滚 牛肉火勺大馅饼 这些热门小吃探位前 每天都排着长长的等待队伍 据统计 小和燕早饰现有三百余家个体户 日均客流量近万人 节假日期间 日均客流量是平时的两到三倍 前不久 为了方便南方小土豆逛早饰 小和燕早饰还特意安排了行李寄存点 早饰是距离百姓生活最近的地方 有世俗的热闹 有家常里短 是生活的味道 也是家的味道 在这里不仅能看到东北人的热情 也能看到他们的勤劳勇敢 欢迎大家来到东北 来到沈阳 逛早饰 老板 与你我再喜欢等你